就是說這還是要講 就是說有通告 當然是大家都很樂意 有個曝光的機會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說 可是有些是接得很不爽的 你告訴我們 你覺得會不舒服的地方是嗎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也是很現實 製作單位打來的一定說好 如果時間不行一定說謝謝 我們一定要這樣講 可是那個技巧上 我必須想說 因為你們娃娃做久了 所以你們都不是菜鳥 你們這些執行製作都出去 都可以跟製作人 很熟啊 可是其他節目 他們都回來了 對啊 因為原來那個製作人不太好 我知道 很清楚 他要去印度殘胸 你們的人情毅禮 我已經連繫幾年 收你們製作群的那個賀年片 每個都切 我們都沒有 我們也沒有 A咖式咖式 我要講肉很難 對啊 大家 這邊大小眼說你 對啊 請吃烤肉 然後又拿卡片 A咖式就是A咖式 車也被發到沒了 差不多後來照 來 粗暴的是什麼 還沒講話 好啦 麥克風大小 你正常因為錢 不然還沒拍拍 這什麼節目 A咖式咖式有差別 有差別 你所說寄給我 你還沒收到 好 我們趕快請輝文講一下 沒有 不要再害我 比較粗暴的方式是什麼 你形容一下 我們就公開 公開 因為你可以讓別人學習 我都做錯誤示範 我只怕學習 那也是學習 不是 你的感受 你人有夠好 你怎麼會去農賣 看一下 不然 詹哥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這樣跑來跑去 我想其他前輩會意料中 就是說 譬如說禮拜三中午12點 我舉這個例子 禮拜三中午12點 可能有兩個電視台要找我 一個是12點要找 一個1點要找我 那我時間就卡住了 現在問題來了 我只能去一個 我不可能跑兩邊嘛 那誰先打來 我是不是應該 譬如說這個李鴻兄的先打來 說12點 沒問題 謝謝 可是彥博又打來 說1點 那我這時候怎麼辦 那你還是得答應他 你先答應人家 沒有啦 輝文是兩個都接 我跟我拼說我晚20分鐘來 沒有啦 你不是都這樣 沒有啦 不要說害我 我說如果真的 真的一定趕不過來 一定會掩誤到別人 那這怎麼辦 我也可以打電話跟這個 這個陳立宏可能剛畢業的跟他講 欸 不好意思我一天喝飲食 有什麼事情 沒辦法 那我來去彥博那裡 對 因為你也不知道嘛 我就說火死在裡面 你弄弄短的嘛 我就把陳立宏給退掉 我來去陳彥博那裡 可是我預料不愉快的人就說 他跟你約說 喔 好 好好 我來把陳立宏退掉 因為這個可能收視率比較不好 這個主持人我可能比較不喜歡 我把這個電視台退掉 我跑去上陳彥博 可是到了晚上 換這邊之音之後 我打給我說 昏文大哥我們臨時換題目 最近又誰死掉了 我們要談他的那個醫生 我這邊退了 兩邊落空 我這邊已經退了 這邊也退我 那我請問禮拜三中午 我要去哪裡錄影 兩邊都沒有 鎖該啊 你先把人家退掉的啦 我跟你講你這個還好 你這個還好你知道嗎 我遇到過更粗暴的是怎樣 他比如說跟我發說 人家沒有對他粗暴啊 是他自己粗暴啊 人家發我事 這個很臭乎的事 我人情意理都不倒 還有一個節目也是一樣 就是找我去發 發一發了以後 就又退通告 退通告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你覺得我講得不好 或是說覺得我講得很爛 沒有比陳衛文 陳立宏好的話 那我也無所謂 沒關係 你找他們來上我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能發了以後又退 發了以後又退 這不是這個 兩個現象嗎 你聽我講完 後來我才去了解一下 有人又看不下去來跟我講 都年中苦水大土這樣 有人可以跟我講 他說 退我通告的人就說 陳葉伯都上新聞娃娃娃 我覺得他講的話都不專業 所以我不想發他 就這樣講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上新聞娃娃 上新聞娃娃又不是我一個人 而且新聞娃娃這麼優質的節目 憑什麼不能來上 而且相較起來的話我覺得 娃娃其實不一定優質 娃娃娃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的厚道 就明知道來賓已經發了 很爛 但是我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什麼 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人情義理 這是人情義理 冤有頭 載有主 因為你發了嘛 大家要找對人了 因為你發了嘛 你怎麼說 院伯講出這個過程 他還不了解裡面的原因 畢竟真的是還是年輕 比較幼氣 裡面只有兩種情形 一種情形 是惡意在整這一個來賓的 因為這個來賓到處在搶的時候 我曾經碰過 早上9點就給你通告鎖住 鎖到下午4點鐘跟你講改改 讓別人別台也放 讓你也不能去上你 他的低手的那一台 就把你鎖住嘛 這是一個現象 惡意的喔 你也被整過嘛 我是被整了三次 我說你下次再打電話給你 我一定罵你三字經 不要再給我打來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製作群太嫩 他題目研究完了通告了 然後主持人下午來上班了 給主持人看 主持人看 吳國東不要太老了啦 然後他也很尷尬 他沒有理由講 只是騙我說改題目 事實上題目沒改人換掉 就是這樣子 後來他帶打來的時候 我體諒他 我說你做不了組的 你要發我通告 最好等你們下午幾點鐘 你們那個大哥來上班的時候 那個哥來上班你問他 你再Call給我 不然他來了 你全部都推翻掉了 那你一早你通告給我來 那個是無心的 你總是惡意的 不要那麼激動 你再這樣下去 我們真的以後很難發 你是全台灣最有影響力的 政論名嘴網路票選的 第一名 28.6 比第二名 這第二名人比較高 我拿第二名人6000多票 這屬實的 這第二名的 第二名號稱獅子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叫獅子丸 因為他那個頭像獅子 那是一個卡通 不是卡通 好像那個湖北菜那個叫什麼 不是啦 你真的老了啦 那是一個卡通的那個名字 哥哥你拜託 我講的那個空軍1號那個 就某製作單位打來 因為那時候還是阿扁當總統 他說阿扁那時候 不是去中南美洲拚外交嗎 他說陳大哥 我們講一集那個 跟總統出訪空軍1號 就講那個飛機上面 譬如空中小節啦 然後吃什麼東西啦 總統會不會跟你們合照什麼 講這個故事 我就不去過了 我早下載我怎麼跟總統出訪過 李登輝啦 我都沒對過嘛 我甚至連跑他們新聞都在哪裡 都在消防局啦 警政署啦 會尊重總統的機會而已 我說我沒辦法 陳大哥沒關係啦 我們腳本都寫好了 你再砍腳本就好了 我說我就可以去演 其實我是心裡已經開始在嚇了 我說這個我實在沒辦法 你找別人好了 我說沒辦法 他說不然陳大哥你來 你都不要講話 你坐在那裡又說什麼 我說你你知道我 我就開始嚇了 我說誰教你的 誰帶你的 我就開始要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跟我講 你今天做背景就可以了 叫我坐在那邊不要講話 我長得像道具嗎 你叫我坐在那邊不要講話 並不是每一個人的長相都可以當花 哈哈哈哈 結果彥博你猜我後來有沒有去 去了 沒有啦 以他的個性不會去 好 減那幾千塊賣 不是我是覺得說 在我觀察就是說 政論節目的來賓 大部分都 都沒有辦法當成那種 手腕非常元熟的那種 人情異敵的人物 老實說 第一我們都是那個什麼 單刀直入 一刀就切下去了 因為批判 你如果要去 這裡要照顧到 那要照顧到 這個人不是 不用說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有缺點 我們缺點就人家講的就是說 人和 我剛才說孤獨 因為我們不可能嘛 不可能兩邊都討好 但是 這個社會上我們看到 譬如說我現在要講 我們剛才說什麼 說吃飯妖人 或是受腰 那學問真的很大 那學問很大 再來是 你去到這個喝酒的時候 這個主人怎麼樣讓人家 喝酒喝得很爽 把那個氣氛炒熱 再來是 那你如果喝酒或你不喝酒 你又要怎麼去跟人家應對 我感覺這是很重要的 這我最不一樣 這我最不一樣 其實鄭台那時候 最高喝酒的 林鄉港跟吳保祥 他們兩個有遺傳 他們有一個 因為林鄉港發明叫深水炸彈 表妹張力 是蔣威國發明 他們賭金錢 對 但是林鄉港 林鄉港那個叫做表妹張力 對啦 他們的深水炸彈是什麼 他們就是外面是米露 裡面是那種高層高 放下去 砰這樣 喝喝 那味我沒喝酒 但是你知道那香 很好喝 我喝過一次 結果反正林鄉港說 他十歲三杯 一定倒 他喝就說 三十歲三杯 就開始說 好 你差不多幾歲 三十歲 我說那時候 三十歲 什麼三杯 十歲三杯 說九杯 說 一天坐起來 酒杯 一見面就要喝酒杯 你看看 我跟你講 我一杯就可以倒了 你根本 你這個 那拖子你們下去 大家倒了 我喝兩杯 我那次報仙 灌倒路邊很多 你知道我一邊開車一邊吐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我的那個塑膠袋 放在方向盤町館 一邊開車一邊吐 然後我就看見我一個同事 躺在仁愛路的那個 你知道嗎 他先走了 躺在仁愛路的那個 那個靈異大道之下 快打就不叫他躺過來 有無償啊 有無償的 也有這個嘛 其實連戰私底下 也應該不會 也不會 也不會 其實國民黨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都喝酒的 喝酒的 喝酒的